卡努颱風掃過仁愛鄉山區風雲變色 是智山防災經費不夠嗎 一來南投縣副縣長王瑞德炮打中央 只要水土保持局 林陸局 有跟南投縣政府發文提出來 我們都有提報 但是那個經費是維護其微 水土保持科去爭取說 哪個地方水土保持要進行 但是通常都被打回票 此番說法讓15日出席活動的農業部長 陳吉仲不忍了 過去八年我們投入的智山防洪 投入的農路建設最多的 就是在南投縣 很遺憾的那王滬縣長沒有依照 他可能也是剛上任不久 他應該去查所有的這些數據 農業部水保署更製圖澄清 2016年至今投入37.99億元 在南投智山防災經費全國最高 仁愛鄉相關經費5.41億元 也高於其他縣市 這一些經費明明都有溢注在我們南投縣 為什麼我們南投縣政府要一直睜眼說瞎話 是個幾日王瑞德一趕先前重炮抨擊的態度 完全沒有在說水保署如何如何 我們智山防災大部分是由農委會自己執行 他對地方的補助極少極少 所以我才會用維護其為那一句話 我想從中央到地方包括到公所 都有每一個單位他的角色跟責任 所以我想難免大家在這邊的這個 可能講話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的情緒 為山區防災中央與地方一來一回各空互搶 三內心無窺南投報導